音乐 最近三到五年的话 其实练习最拳的人慢慢又开始多了 我觉得一方面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推广 一方面是离不开我们现在新一代的五十人 他去把以前的罪权去凡就减 然后更加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更加容易被大家所去学习 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有一定的成果 因为这拳它这个样子像是喝醉了罪汗一样 但是石泽它是很清醒的 我们讲究的是行罪意不罪 不罪心不罪 它一直保持一个很清醒的状态 那你感觉它像是喝醉了 很好玩 跌跌撞撞 东倒西歪 站都站不住了 石泽它是有很强的进攻意识 包括它的全路都是很清晰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